我是誰? 這介術球 忘記不覺已經停了4個月了 停到連要延遲開考的DSD都開考了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掛念上學的時間呢? 功課又最浪費了沒有? 想回當初說要停課 不知多少學生鬼死那麼開心 以為 哇好厲害放假什麼都不用做 你們太天真了 今時今日 停課又怎可能會沒有功課給你們做 不管你們完成了沒有 今天也要一起看看其他人的功課 Circle the smallest number 圈題號對呀 題號的確是最小的號碼 沒有人說不可以圈題號 Write the following words in alphabetical orders 每一個語言的英文次序排回 本來應該是排語言的 誰知道每一個語言的英文字母都順序排 其實也真是一個難題 不容易的 不過唯獨是Fox這個字 信言罪都真的是Fox 前面那位就跟Folkab的字母重新排過 這個就排對了 頭三個 但是第四個 大家猜他排了哪個字出來 我想大家都應該真的猜到 對 他就排了 Shit 只不過這個字比較不雅 不可以說他錯的 是不是 OK 既然是這樣 那給大家多一題 bonus 大家玩一下 如果我給大家這五個字 重新排一個Folkab的字 大家要排什麼字出來 給大家想三秒時間 3 2 1 如果你們想到是Spy Snipe 又或者是Pines 都OK 不過如果你們想到是Penis 都不能說是錯的 但是就 不是那麼好 用枕摩來做句 怎麼了 你來了 所考得辛苦了 閱讀下力材料 結合所學的知識回答 究竟圖一去到圖二 發生了什麼變化呢 這種變化 說明了什麼問題呢 圖一有成相 圖二沒有成相 可能成相死了 你認為香港可以怎樣幫助 傳統龍舟製作技藝得以傳承 免治失傳 學生寫 找Google大神 我挺喜歡老師的答法 他說你補充這個部分 印回Google大神的資料就可以了 印回而已 不用他寫 用黃這個字 淡黃來做句 你媽媽超胖 連下雨天穿著大黃色的雨衣 都會被當成自乘車 難下來 這個令他想起 說人家胖不可以這麼直接 應該這樣說 欸 你等著我的WiFi了 你最感興趣的現代兵器是菜刀 老師圈著打了一個問號 什麼菜刀是現代兵器 欸 對啊 如果你有看之前香港的新聞就知道了 有人拿著把菜刀斬人的嘛 那法官還讚他情緒高尚 周龜 不是 而是 媽媽不是愛我 而是愛弟弟 為什麼這句話看起來有點傷感呢 媽媽不是愛我 而是愛我的弟弟 我要都哭了 X7我是誰 我減了27之後是68 我是什麼 我加了34之後是69 我是什麼 答案呢 這個學生就寫 我是猴子 我是熊仔 我們要接受自己的長處短處 無論日後自己變成怎樣 加了什麼 減了什麼 自己依然都是自己 沒有變 很好的思路 這張就是叫大家在報紙 雜誌之類 找一些有價錢的圖片 自己訂一條題目 訂成法的應用題 我相信現在很多學校都有這樣做 這個學生就不知道在哪裡找了一張 哈哈 撞羊躍 還要買夠6瓶才減80 然後那個人就自己訂題目 媽媽買了12瓶 他要付多少錢 他要付這麼多錢 算對 沒有算錯 不過他的補充就可能會扣分 因為他要補充160在第二項 那這一點就要注意一下了 啊 買這麼多莊養藥 他要做什麼呢 媽媽非常害怕 因為爸爸帶了一身的跳彈回家 他應該是沒有寫著自己的 他應該要寫的意思是 媽媽非常害怕 因為爸爸沒有買到莊養藥 反而帶了一身的跳彈回家 用救世來做他 那那個學生寫什麼呢 我就是本人 敢不敢受到這個學生多有責任心啊 我就是本人 有什麼事情就找我 衝著我來 不要傷到無辜的人 啊 本人 這幅圖 這幅圖要打一打架才給大家的心理準備 因為都畫得有點恐怖 那這份功課是給小朋友畫一些東西去慶祝父親節 那有個學生這樣 我多謝爸爸啊 親愛的爸爸 多謝你這麼辛苦工作啊 媽媽很快回來 為什麼是這樣的 要配合那個語氣應該是這樣的 我爸爸會說 媽媽 快回來 爹 他一直的翻譯解釋都沒有寫錯 不知道為什麼他爹就寫了狗 究竟他家裡發生了什麼事 看了這張可能大概知道為什麼了 每每看到爸爸跪著客廳 就知道媽媽又生氣了 爸爸即使被媽媽打 也不敢逃跑 其實爸爸只要先幫我買零食 接著手機借我玩 最後再給我零用錢 我就會幫他求情了 爸爸爸爸 發生什麼事啊你 啊 做了什麼壞事 看來真的衰件啊家長 了解一下這個家裡有什麼情況啊 這個問題不會持續下去 接著這裡就是一些閱讀理解的題目 第三題就說 讀完短文你認為小鳥應該歸誰 無論是小鳥應該歸牛村 你想對文中的兩位小朋友說什麼呢 我不會在這裡想說的 啊我挺欣賞這個小朋友的答法 首先他知道 雀鳥應該回到鳥群裡 不應該受到鳥籠的約束 然後有什麼想和約束 雀鳥進鳥籠的人說話呢 他說沒什麼好說的了 因為他們覺得要運在鳥籠才正常的話 你怎麼跟他們說都沒用 不如省一口氣吧 這個小朋友真的聰明 我們要好好向這個小朋友學走 徐青馬大橋外 香港有哪一項建築令你感到自豪 為什麼 那我學生寫 港珠澳大橋令我感到自豪 因為是我們香港第一個豆腐渣工程 我很懷疑是應該他問家人寫的 那家人呢 就應該用一個很諷刺的意味去說 但我學生真的照著寫 不過說真的 究竟是不是真的豆腐渣工程呢 我就不敢說 那些交給專家說了 不過呢 我也挺肯定 他是一個大八丈工程 用紙幼和財來做句 那他寫什麼呢 只要帥氣的男生 才可以霸鬥美麗的女生 那他太有編輯 那該被人交叉的 但是呢 想深一層 不可以完全是 但大部分都是 那些人其實是不會因為 羅志祥這件事 而轉頭說喜歡一些 沒那麼英俊的 那些 因為英俊的人 是花心 是貪玩 那但是呢 這件事也是不局限於英俊的 即是不英俊的 那些更麻煩 他本身已經不英俊了 還有可能 都是花心 都是貪玩 所以為什麼不選一個英俊的呢 OK 然後這份呢 就是要他寫台灣拼音 然後呢 然後呢 他寫什麼呢 就畫了一個emoji 用只要和便來做句 只要深深的吸上一口 身體面有放鬆的感覺 究竟他吸了什麼呢 站硬的野衰硬 樹上原本有32隻小鳥 飛走了8隻 現在樹上只剩多少隻小鳥 那畫圖那裡又 然後有學生很有心機地畫了 他所謂的小鳥 但是 是一隻什麼來的 這個一個尖嘴的 越看越像是那些 企鵝 會不會企鵝多一點呢 這個 我不要理 他畫得很棒 他很有心機 他32隻 真的一隻一隻一隻 畫了 這個還真 因為聽聞是說 有個學生 就被老師說 他上台的時候 就畫畫了 抓他畫了 你這麼喜歡畫嘛 放學就留下畫夠50次 於是他真的在佛畫的時候 真的畫了50隻給他的 但我看到第一隻畫 和之後的每一隻都不同 我相信他第一隻就是 他畫完之後被老師罰他 之後開始畫 之後每一隻都開始 很有風格 每一隻都不同 最好視為他最後還有一隻贈品 哈哈 送多隻給你又怎麼畫 所以對於一個喜歡畫畫的人 你要罰他畫畫 這個是一個獎賞來的 或者是一個鼓勵來的 這句就好像回應剛才那個帥哥 我沒有不愛你 只是忘了關心你 所以不要再用這種優怨的眼神看我了 用重... 和變來做句 從來都不帶變 嗯... 誰都說 美女不餓事 這個學生證明了這件事 是真的 好 這個應該是 在德育課堂 要你做一些練習 在以上場合中 若被勸走 你選擇是什麼 兩幅圖要大家 選擇你要的反應 那些人就當了耿圖來寫 和之鴻 會有巢了 打之下依慈 哈哈哈 又真的很棒 我懷疑之後 應該會變成一個新的Meme圖 最後一張圖真的是 我知道真相之後 笑了很久 不如大家猜猜是什麼 第一集眼看起來覺得像什麼 像不像是四個人 好像吊頸一樣 是不是 搞到老師很害怕 找他家長來談 後來才知道原來這個小朋友畫什麼 大家知不知道 我相信大家都猜不到他畫什麼 他們在玩他們一家四歐內的潛水 這個是潛水的景象 哈哈哈 為什麼上面有些 好像一環環那些什麼 以為是摘住條繩 原來是泡泡 哈哈哈 噢耶 啊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在以上的功課中 看到自己的影子 又或者有沒有更多的動力 去搞定你那些未完成的功課 學校就是復課了 希望大家都有個快樂的校園生活 今次的影片來到這裡 再見 再見 話說最近新鮮鬼熱 今年的四月尾 有人分享了這幾張圖 那是什麼呢 就是一份功課還是測驗的答案 就有人呢 他不是用電腦CAPTO的方式去分享 而他呢 就用手機來拍攝螢幕再分享出去 那其中一位同學呢 就看著這張相 來抄啦 照著抄啦 那學生呢 就連著電腦裡面那個Mouse 那個手掌仔都抄下去 哈哈哈 他是不是沒有用過電腦啊 我之前能夠說呢 無論你是抄功課還是怎樣 首先抄功課還是不對 但是抄功課真的不要不用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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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